2021年一开始就是韩剧迷们最开心的日子 爱德铺将 玄斌和孙玉珍终于承认了恋人关系 最先拍到约会证据的地社更表示 两人已交往8个月 各有其他韩媒曝光了两人计划结婚中的证据 总之 这段从2018年开始的绯闻终于写完了一个章节 当我们在翻出过往 玄斌和孙玉珍的互动才发现 这些甜蜜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以下整理了两人十个最甜蜜的时刻 玄斌喜欢孙玉珍 真的是太明显了 1.爱德铺将 为什么不看我 爱德铺将第七集花曲中 当孙玉珍匆匆跑向玄斌 都已经跑到她眼前了 玄斌还痴痴望着远方 看都不看孙玉珍一眼 孙玉珍瞬间笑场 右手狂唇玄斌的胸膛问 为什么不看我 而玄斌也笑着解释 不知道她会这样跑来 所以一直看着就错过了 孙玉珍气扑扑的可爱模样 让玄斌有一些不知所措 她似乎想用双手抱抱她道歉 根本就是热恋中的情侣啊 2.爱德铺将 不给你亲 爱德铺将除了两人稳到难舍难分 导演舍不得喊咖的医院深吻之处 孙玉珍住院时的幕后花絮 也能看出两人的交情不单纯啊 孙玉珍悄悄用手遮住了嘴 不知道是在检查自己有没有口臭 还是故意不给玄斌亲亲呢 玄斌瞬间出了一个什么意思的呼吁表情 真的太可爱了 3.爱德铺将 摸摸我妈 两人被抓到近距离打情骂俏 已经不止一次了 玄斌这个摸摸我妈的幼稚模样 让孙玉珍不似觉露出一亩笑容 爱德铺将恋人用勾费谈恋爱 粉丝看得更满足 4.我的眼里只有你 不止爱德铺将幕后花絮 两人在专访时的粉红泡泡也渲染了整个荧幕 孙玉珍在认真答题 玄斌从头到尾紧盯着她的脸庞 喜欢人家也喜欢得太明显了 这种 我的眼里只有你的瞬间 是不是很浪漫 5.爱德铺将最后亲密被抓包 爱德铺将片场 玄斌孙玉珍很自然的亲密接触 大家好像都协议为常了 拍摄这场吻戏时 人造雪很不解风浅地一直飞到孙玉珍嘴巴上 最后两人很有默契地同时笑场了 孙玉珍扑倒在玄斌怀里 她也很自然地把她抱住 这种甜蜜真的假不了 导演准备重拍时 为了让女主角再一次美美入镜 助理和孙玉珍本人都急急忙忙把身上的人造雪拍掉 当玄斌发现她头发上的雪轻轻地来一招摸头沙 让助理迅速抓掉 就怕自己弄乱她的造型 这段花絮让我们看见玄斌暖心又专业的一面 又更喜欢她了 6.女神要自拍 男神负责吹风 在2018年拍摄电影《协商》期间 孙玉珍和玄斌的互动已经超越朋友感觉了 当整个剧组睡死 这两人竟然玩自拍 玩得不亦乐乎 重点是 玄斌还拿着小风扇 为女神营造一种氛围 真的好可爱啊 7.爱的迫降 保护她的身世手 其实在拍摄《爱的迫降》期间 两人还没有正式交往 这是彼此有好感的暧昧阶段 但玄斌总是格外注意孙玉珍的一举一动 当她失去平衡差点跌倒时 她赶忙向前接住她 还在耳边问你还好吗 重点是 你看见玄斌的身世手了吗 她紧紧抱着孙玉珍 却没有趁机偷吃豆腐 同一场戏 她们在导演的建议下 尝试了几个不同的拥抱方式 孙玉珍的这个无尾雄抱 让整个剧组露出了一幕笑 玄斌似乎也被蒙到了 8.白响艺术大省的漏网画面 注意注意 根据地社的报道 这时的两人已经是热恋的两个月的情侣了 第56届白响艺术大省的漏网画面 不足道两人轮流深情对望的瞬间 孙玉珍看着玄斌 眼里充满了骄傲 玄斌看着孙玉珍 眼里是珍惜 两人目前幕后都在大方放闪耶 9.什么小事都能笑 只能说玄斌喜欢孙玉珍这件事真的很明显 在这段访问中 玄斌只因一些细微小事 或是看到孙玉珍害羞的表情 就露出最灿烂的笑容 在访问的最后两人 要一起喊出口号去屡屡失败 孙玉珍笑到不断拍打玄斌的肩膀 而他也只是甜甜笑着任他打 那时的两人说没火花才不相信呢 10.在喜欢的女生面前才幼稚 有一句至理名言就是 男生只有在喜欢的女生面前 才会表现幼稚的意愿 这句话用在玄斌身上绝对没错 酷税的男人竟然在孙玉珍的要求下 自愿把自己变成一只猫咪 有点无奈 有点开心的心情 都表现在脸上啦 接下来我们来说 有孙玉珍的地方就看不到玄斌的正脸 她的眼神爱惨了她 距离地设在2021年1月1日公开 玄斌与孙玉珍的恋情已经过去了几天了 可CP磕到真情侣的小编我 现在依旧好快乐 看到这一对 依旧是嘴角笑到耳根子处 恋情被递设公开之后 孙希儿孙玉珍在社交平台上 首次谈及到恋情 孙玉珍与玄斌的恋情 这是孙玉珍出道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公开承认的男友 孙玉珍一向对恋情很是善重 如果不是已经考虑全面 很难让她公开恋情 孙玉珍发文 第一次因为我个人的事情 而不是工作 站在大家面前 为什么这么害羞呢 有点尴尬 越有点奇怪的感觉 遇到了非常好的人 很感谢 会努力地好好经营这份感情 孙希儿的话语之间 能看出爱情的甜美 她一定是非常的喜欢炫兵 才会说出这些小女人的话 都说 从孙希儿的发文中看出她爱惨了玄斌 那玄斌呢 玄斌虽然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受到恋情一事 但是大家看到曾经玄斌与孙玉珍的采访等视频 玄斌眼中的爱意都要溢出屏幕了 只要是有孙玉珍在的地方 玄斌永远没有正脸 两人在2018年时期合作过电影协商 戏外的发布会等场合互动很甜 当时就传出两人恋爱的消息 但是双方都是否认的 两人再一次合作爱德破匠的时候 不仅戏里甜 就连花絮都是甜的 他不会等爱德破匠宣传视频上 玄斌的眼睛可以说是长到了孙玉珍的脸上 不知道还以为玄斌这是屁上去的 孙玉珍说话的时候 玄斌的眼神一直在看孙仙儿 也是长成孙玉珍这样 谁的眼睛不长在孙玉珍的脸上呢 但是玄斌这爱意表现得也太明显了 要不是摄像机还在前面 感觉下一秒就要亲上去了 偶像剧现实版上演 孙玉珍 玄斌从2018年开始传绯闻 2019年年初 两人在洛杉矶一起逛超市 绯闻再度传出 但是两人对外坚决说 只是很要好的朋友 爱的破匠拍摄完之后 两人彼此产生了思念 所以经常联系 已有空下的时间 孙玉珍和玄斌会前往江源道的 某一高级高尔夫球场一起打球 一来二去 两人确定了心意 开始交往 官方的说法是 两人交往了八个月 但是个人的感觉 两人应该很早之前 就彼此喜欢了吧 只不过 两人都是比较慎重的人 尤其是孙玉珍 从未有过公开恋情 这两人一定是 非常坚定的想法 是奔着结婚去 而不是随便一个人恋爱而已 所以公开承认恋情 很多人会担心 玄斌与孙玉珍 是不是也是银系生情 就像当初 大家看好的双颂夫妇 当初有多甜美 离婚的时候就有多狠 玄斌孙玉珍 都是对感情比较慎重的人 尤其是孙玉珍 不是他坚定确定的人 打破了头都不会承认 这也是他为什么出道这么久 零恋情的原因 两人都是思想比较成熟 考虑更加周到 官方给的八个月交往期 事实上 应该比这个时间更久 这两人不是因戏生情 而是因情生戏 他们自己也说过了 年纪到了 对恋爱很谨慎 所以慢慢了解完之后才公开 不要说 只是孙心二喜欢玄斌了 玄斌的眼珠子 都会被媳妇孙玉珍黏住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